Paul,接续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去年12月23号联合国所通过的2334决议案 这个只是整件事件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这是一个连环套,套中有套 那真的是一个序列的连环套 我个人觉得欧巴马的政府是一不做二不休 在12月23号那天圣诞节的前夕 也就是在以色列都已经快要光明节的开始 那天他们通过2334号决议案的当天 联合国就拨款20几万美金给联合国里面的一个单位 要他们去调查所有的跟所谓的以色列在1967年之后 所占领的这些地区里面做生意的 不只是犹太人自己的企业 而且是包括全球外面的西方世界 比如说可口可乐 假设你在里面有设工厂的话 他们要把它全部调查出来 然后就把它们放到所谓的黑名单里面 然后要把它公布出来 然后公布出来干嘛 就是要开始抵制他们 银行来讲 如果你银行你设在那里的话 那你如果是在这个黑名单里面的话 他也能够切断你的资金 或者是说欧洲的一些Mutual Fund 这些共同基金他们投资 对他们就会说好 那那个地区的企业 那个地区的你不能碰 所以这个就是当天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当天就做了 那现在大概在4月的时候会完成这个黑名单 所以他们这一次事件 很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有备而来 而且呢 以色列大使 他说他们以色列有坚强的证据 显示说其实这个2334号的法案呢 背后的主要的规划者就是美国政府 他们在背后呢 有这些的协议 那这个在埃及的报纸里面有报道 虽然美国这边政府这边是否认的 他们就说服巴勒斯坦自治 就PA Palestine Authority 说如果这个方案你们可以接受的话 那你们就用这个方案去争取阿拉伯世界的这些 你们这些国家的认可 你们讲好以后 我美国就会在最后我不投否决票 只要美国不投否决的话 不使用否决权的话 所以这个事情严格讲起来就是美国促成了 因为美国有绝对的能力阻止这个法案的进行 本来这个计划大家都知道说是埃及先提出来嘛 但是埃及提出来以后过了两三天几天就把它撤掉 因为他们接到美国川普总统极力反对 那所以川普呢 说实在虽然他都还没有上任 他呢真的很牛 他的影响力无远佛界 那威力也很大 所以那个埃及政府也真的就没有提出来 就撤掉了 但是呢 后面就转给了这个马来西亚 伊索皮亚 还有什么纽西兰 如果没记错的话 总共四个国家 从那边等于 等于怎么这么讲 就棒球 棒球术语来讲等于是倒壘啦 就另外一个人倒壘就是了 经过这个格局被设立以后 当然在这个格局里面 很多事情可以被名正言顺来进行 那黑名单有个名词叫BDS 那为什么叫BDS呢 B呢是叫做boycott 就是杯葛 D呢叫divestment divestment就是investment的相反词 撤资 然后第三个叫sanction sanction就是制裁 那其实这个BDS呢 差不多十年前就已经 由巴勒斯坦他们开始在国际社会里面 开始在蔓延 开始在组织这个运动 因为这个2334的法案呢 就给他们一个正统性来做这个事情 联合国也就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来 用这个黑名单 就要开始来执行这个BDS 整个欧盟基本上是支持的嘛 连英国都 都是投赞成票 对 我想川普上任以后 会大刀阔斧的去 做一个相对的环节的动作 来拆散这个计谋 可能真正的效果不会非常的大 但是它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让造成好像你设定在进一步 在国际社会被孤立 而且就造成一种所谓说 你只要去跟他们做生意 你去支持他们 跟他们买东西 或是接受他们出口的 给你卖给你的东西 你就是很没有道德 你应该要自己觉得很羞耻的 因为你是违反人权的这样子 这些东西